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法律之多點》的環節 今次討論的題目是 非庸居港權案 今天請到嘉賓鄧偉忠律師 先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環節很短 一節討論這個案件 這個案件我拜讀鄧律師的一篇文章 關於這個案件引起很多爭議 簡單來說內容是甚麼 可否跟大家講一講 簡單來說 都是關於《基本法》的解釋 是怎樣解釋的問題 因為《基本法》第24條 在《基本法》中有講 如果你不是香港居民 但你通常居住在香港七年 你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 你就可以成為永久居民 這就是《基本法》的說法 問題是《通常居住》這四個字 怎樣去解釋 入境處即香港特區政府 在《入境條例》 對《通常居住》作了一個解釋 其中一個說法是 說這些非用來香港這段時間做事 就不算外容 不只是非用 外容在香港做事這段時間 它就不當是通常居住 這裡出現一個問題就是 《基本法》就是上一級 我們稱為憲法的法律 但入境條例就是下一級 就是下面的法律 問題是我們下面的法律 可否去解釋上面的法律 法官的判決很簡單 或者你猜都猜到 下下的怎樣可以解釋上 所以法官就說 根據我們所謂的《基本法》 《基本法》就是普通法 普通法的理解就是 究竟《通常居住》是甚麼意思 就是我們普通的理解 普通法就是用普通常識去理解 普通人怎樣理解 這個《通常居住》就是這樣理解 你們就不可以用一個法律 自行去解釋 簡單是這樣 簡單是這樣 一切的緣起就是在乎這本《基本法》 這裏是裏面的 我會有紅書仔 是啦 一定有 大家看有空揭曉 第三章說 居民基本權利和義務的 第24條 裏面的第4條款 就是分支 他的內容是這樣的 總之那些是非中國籍的人 如果他進來香港時持一個有效的政見 進入香港 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7年以上 第三就是以香港為永久居住 第四是非中國籍的人 這些情況就會有永久性居民資格 有永久性居民資格即時有居留權 居留權三顆星 現在這個在法庭中用一個 解釋這個字 在香港通常居住 7年 即是有時間 通常居住 這是甚麼意思呢 鄧律師過去有很多案件 是打到終審庭 即是解釋法律條文 解釋基本法 過去有吳嘉寧 有莊豐元 還有今次的案件 應該是第三個很重要的案件 關於解釋居留權的一個案件 是很重要的 我們談談這三個案件 第三個案件的號碼是HCAL1242010 大家在網上可以看到承答的禁口 先談吳嘉寧 他也是解釋法律 其實過去先談釋法 說吳嘉寧 吳嘉寧案就是引致釋法 吳嘉寧案就是一個解釋關於 那些子女 即是哪些人的子女 是可以有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 這個第24條也是 第三款就是 即是說第一、二款 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子女 主要是在中國國內出生 即是香港居民在中國國內出生的子女 是有權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這裏有一個問題 即是這個香港居民 何時成為香港居民 就是說都比較繁複一些 例如2000年我才成為香港居民 例如我現在是50歲 我有個小孩現在是25歲 如果根據字面的解釋 我2000年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我的子女雖然當時是25歲 他亦都會成為香港居民 這就是吳嘉玲案的判決結果 就是說他認為基本法是沒有說 我何時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這就引起當時特區政府的很大的震盪 當時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 代表特區政府就說 如果這樣計算 就會有167萬的人 就會慢慢湧入香港 所以他就進行了第一次釋法 釋法其實就加了幾個字 即是說哪一些香港 哪一些子女 就是說他出生的時候 他父母是永久居民 他就享有這個權 好像剛才我講的例子 我2000年才成為永久居民 所以我的子女 因為他那時已經25歲 他就沒有權 所以就說通過這次的第一次釋法 就阻截了有無數這麼多人 來香港成為永久居民的一個浪潮 這就是第一個釋法的年紀 簡單來說就是人大常委會做了釋法 即是說所生的 即是生的那一刻以為逐生的 他出生的時候 他父母已經是 以為是黑刃的 197年以上 沒錯 他在香港生的 他不是在香港生的 在香港以外所生的 如果是在香港生的 已經是 不如我再說第二個莊豐元 再說一下莊豐元 莊豐元我亦對於24條釋法 第一款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以前或以後 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 即是說 中國人 是 哪些人就有權成為 簡單來說你是中國公民 你又在香港出生 你就是這個香港 永久性居民 你在香港出生 很容易 即是你香港的醫院大肚 然後問題出現 就是那個中國公民 那哪些人呢 要不要是 父母或媽媽都是香港的 中國公民才可以呢 莊豐元我又說不需要 總之你爸爸媽媽是中國公民 你就是有這個身份 這個就在2003年之後 沙士之後這個自由行 又出現 第二個變化 就是說很多內地的孕婦 即是他爸爸媽媽 都不是香港公民 但他有錢 他就下來香港 可以在很貴重的醫院 那個小孩就出生 那個小孩一出生 根據莊豐元安就說 他就是香港永久居民 雖然他父母都不是香港人 兒子都是香港永久居民 現在就有一個統計 現在一年就可能有五萬零多 很多 中國公民下來香港 現在有數字 現在2001年的時候只有七千多 就是現在越來越多 可能有幾萬個 所以就變成這個就是 第二個很大的影響 這個大影響 去到這個第三個大影響 給予一些數字 大家看看這個案件 怎麼讀 鄧律師 這個我也不會讀 這個菲律賓 菲律賓 Valangelo Evangeline B HCAL 124 2010 香港請外籍家庭融工的數字 初初很少 統計數字1974年的時候是881個 不要說1974 說到現在 去到今年 真的厲害了 2010年12月尾的時候 28萬5千6百1 28萬 由800多變成28萬 就是很多倍 到現在為止有多少是住了七年 過了七年的有11萬7千 那是去年年大約 現在好像加到12萬多 現在這個數字 所以今次判決的影響是12萬5千 當然現在是初審 會怎樣發展 我斷猜 我對以前的幾件案件發展的看法 第一這件案件一路上到終審庭 由於香港的法律制度 香港的法官基本上都是根據英國式的體制 所以其實現在這個林文學法官就說 我們都是採取普通法的解釋 就是用普通常識的方法去解釋 他引經據點都是引他的老闆 即是中審庭的法官的講法去判這件案 所以其實我估計去到終審的時候 那個結果應該都是羽毛意外 即當時沒有人說得到100% 法律的法官怎樣判 但羽毛意外應該維持原判的機會 就大於90% 因為如果你香港的法官都是這樣判 你以前的案例 無論是莊峰元、吳嘉玲那些全部都是這樣判 所以我估計應該都是維持原判 這是第一個估計 第二個就是特區政府根據他的照證來講 以及李兆光都是這樣說 其實在終審之前 其實我估計他是不會拿去釋法的 不會拿去釋法 第三 如果終審輸了時就很有可能 會再提請釋法 就好像以往那樣 吳嘉玲案之後就釋法 到時有可能釋法 釋了法之後出現當時有個叫劉港勇案 劉港勇案的結果就是香港法院要跟人大常委會 他對基本法是釋法的 他釋法後就要各級法院要跟人大常委會 不如說說香港有多少次釋法 有四次 第一次是吳嘉玲案的釋法 吳嘉玲案是特區政府自己提請釋法 這就是關於居港權的問題 第二次和第三次其實都是跟政改有少許關係 第二次就是關於特區的選舉制度 即是說李基本法的副表3 即是說究竟選舉方法去到2007年之後 如果沒有東西怎麼辦呢 即是不改是怎樣的 第二次釋法就是如果不改是繼續有效 第一第二 所以你要增加什麼功能組別 以及更加直選的比率又要一樣 這個都是通過釋法 第二第三次釋法就沒有什麼爭議性 或者是無傷大 就是說究竟董特首就中途腳痛 曾特首就做兩年左右 這個究竟是當是一個新的任期 還是怎樣 那次釋法其實餘下任期都是當他的任期 所以阿曾就沒有運行 你都是做… 自做了七年 七年就完結了 這是第三次釋法 這三次釋法的特色都是自行 特區政府自行 即是對上去的人大常委 這一次釋法就是關於商業合約 這個就有少跟那三次不同 完全不同 第四次就是根據基本法的程序 因為基本法的程序就是 特區政府在終審之前 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可以關於國防外交的事 就可以對上人大常委會 這一次釋法就是關於外交的 因為就是所謂國家行為的豁免權 什麼叫國家行為呢 就是國家做了的事 你就不可以告 這個案子就是江國政府 又簽了一些補證書 會跟各營企業有些擔保 各人的針繫 但最後當然是違約 美國當然公司又會告 江國政府說我這個國家行為 你不可以告我 於是中心法院就說 我都決定不了 就對上去人大常委去決定 這個第四次釋法 很多人拿出來說 今次的中心法院會不會 就是想想 不如這個走去 自己去釋法才決定 這樣就可能 不過機會不大 因為你看來看法律條文 就沒有這樣的程序 又不是國防外交 就鄧律師剛才說的那些 那麼複雜的事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這兩本書 第一本就叫 《居港權引發的憲法真論》 由三大學者 《居港權引發的憲法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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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是用《居港權引發的憲法》 去解決這個問題是好 因為用修改《基本法》來解決 法律界是怎樣看的 這就是我剛才想說的 其實我也是一個香港律師 受英國式法律訓言 所以我們那個看法其實都頗一致 我想你問所有律師都是 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其實修改《基本法》是最恰當的 因為釋法始終是一個 你是通過一個行政機關去自行解釋法律 即是跟我們去理解法律 即是你行政機關定了之後 怎樣解釋就是由法院去解釋 你的法院解釋完之後 行政機關不滿意的話 你就可以修改法律去取消它 或者修訂它 你就不可以說那條法是怎樣去解釋 這個就是普通法的想法 但我想那個基本法 中國是單一制的政體 都不是中國 即是大陸法 人大常委會就 人大又可以立法 人大常委會就可以解釋法 變成它的解釋法律接近等於立法 即是它又是求證又是踢球 踢完球 發覺龍門要搬過 其實這個講法也挺顯淺 但問題是修改基本法 我想那個政治因素太大 不單是時間的問題 而是你修改了 A為何不修改B 你卻一發龍年薪 可能在香港又引起 因為這個基本法是160條 可能每條都要159 你解釋下我們 160條每一條你可能都要解釋 你可能搞幾年都沒有一個結論 其二就是在修改的過程 一定有很多政治上的操作 譬如你以這個非傭外傭 有沒有居港權的問題 其實都有兩派的說法 一派的說法是它的權利 另一派就是我們不預料它是這樣的 社會合約 我們社會合約都說它是來幫我們 但我盡量給好一點福利 但不代表我們要給居留權利 鄧律師 未來還有很多爭議 今次判了這個 除了上訴過程 還有一個議題 今次這個案件 很詳細說 什麼叫做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定 這件事將來還有一段時間爭論 這件官司當然你說很重要 當然是會不會有十幾萬人來 但有一種說法就是 其實這件官司只不過是講一個原則 就是你通常居住這四個字 你不可以由下級或者由入境處去界定 這個由法庭去界定 這就是第一步 但就算我接受了 我要用普通的解釋 什麼叫通常居住 都會有一段時間爭論 他其實都舉了例子 你坐牢就不算通常居住 現在他說 究竟他要住在僱主那裏 和兩年合約後就要離開一段時間 是否令到他通常居住斷了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除了通常居住 有多少能夠證明他自己是以香港為居住地 這個難度其實更高 因為他大部份外傭的家都在他的本國 他的家人在那裏 那些錢之後又寄回他 他又會去探親 他很難說我其實是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 不過那個問題當然會是另外一系列的 司法風格的訴訟 究竟是以香港為永久居住地 這個可能是下半場的另外一套爭論 不過這個案件在這個時間出 可能引起很多其他社會的爭議 我們今次都是主要集中法律方面的討論 鄧律師可否總結一下整個案件 現在在初審那裏最核心的問題是甚麼 讓大家可以重溫一下 我都再總結 最核心的問題是基本法條文 是用甚麼方式去解釋 香港的法官是用普通法的方法去解釋 普通法的意思是普通常識 普通常識的意思是你見到字是怎樣解釋 你不明白就查字典 普通通常居住 你再不明白就跟別人聊聊天 說廖成利你認為通常居住是甚麼元素 再問街坊是通常居住是甚麼元素 然後就看看以前的案例 說坐牢不少因為他已經被迫 所以他不是通常 即是非常的那些就不是通常 非常是非常 坐牢的那些就是非常 其他那些是否呢 你偷渡也不是通常 他打工 他打算進來打工 住在一個老闆的家 打工夠七年 他就做了通常居住 所以這個會有爭議性 不過這個法官似乎比較寬鬆 很寬鬆 一個人可以有兩個以上 起碼有兩個居住 其實這些都會發展 這就是香港法律的原則 所以你看看其實一物相承 無論我剛才說的吳嘉玲案 莊夫妍 其實都是這個意思 我不理你的社會後果是怎樣 總之我作為一個法官 認為我這個字是這樣理解 就用這個方式 所以林官都在案 一開過 很清楚 我差不多是看法律 就不會看政治 因為法律條文寫了出來 他作出一個普通法 接近常識的解釋法 看來在香港的幾級法院 到時都是相似的情況 所以大家在這個案件 都可以增進法律的常識 解釋法律原來都是用一個常人的理解 法律很多是假設的 假設人人都懂法律 不懂法律就是 這個法庭是不會接受的 真的 好了 很多謝大家 收睇這個 這個禁重的案件 應該是家庭用功 居港權案 除了非用之外 不是現在這個案是非用的 所以我們這樣說 下一集到上訴庭或中審庭 再跟大家繼續討論這個案件 再見 再見